那我的小孩就是在他家 就是一直哭 然后他也就是 就骂他说怎样怎样 然后就是很大声 实在气不过 原以为把自己的宝贝孩子 交给经验老道的保姆照顾 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因为我有录音 然后回到家 就是听到这个妹妹 就是早上跟下午都被打 骂他五字经 不过孩子哭闹 嘴里脏话飙不停 甚至还有大力的拍大声响 周小姐原本想自保 没想到竟意外录到 别的孩子的凄惨状况 他闭起来 闭起来 没有声音 有闭起来吗 每次接送小孩子 问他说阿姨还好吗 他都说很好啊 半夜就会突然 吓到惊醒哭啊 其实这名保姆在新北市 已经有30多年的脱婴资历 平时都照顾一名 两岁大的女婴 和两名一岁多的男婴 不只言语暴力 疑似还有虐打情形 被骂的那个孩子的家长 目前是反应在保姆家的 说脱状况是 是可以的 随即会有职责公园 来提供相关的调查程序 遭控诉的周姓保姆 至今还失口否认 但全案已经进入调查 家长也打算提出告诉 为的就是要好好保护孩子 不能让他们 身处在任何奉献之中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